实验室天秀一位六青图 这把我们是单排 我们出生在机库 选择开局某个箱 浴室不会慌 然后检查一下我们的镜子和激光 做好战斗的准备 我们选择去冷库 这时候听见冷库一个脚步 选择任意颗雷往前压 结果敌人就在脸上 由于刚认为雷不能立即开枪 我立马选择趴下开枪 拜佛下马 直接将两人瞬间暴徒完成双杀 此时我身残之间 立马炸了个绿针 快速换蛋了 当我们在使用物品时 可以直接选择安装弹夹 这也是一个小技巧 然后我们选择继续冲锋 依然选择扔雷 然后拉出去 看见人头开枪没打掉 再回手拉枪直接暴徒战斗 选择继续清点 即便他还可以有 其实对枪一定要有自信 记住自信即巅峰 我相信你白给的机会也会水 有很多人看着我的猛蓝跑打 他们就说 这里我们也是重乐 击杀了三名几人 铁了下他们的包 铁了下他们的包 铁了包然后继续去找人 原来是找了一圈 没找到 然后我又回到那包 发现有人已经在冷库了 这里由于厨房门是开着的 我怕厨房里面有人 所以我选择去绕一圈 这波打炸我其实想着用顺炸去炸死他 结果差点把我带走了 我们选择特为北通打下药 打完药来到厨房 这里是选择屁可以下 然后拉上去的 没有打到他 然后我听见有人从现天往后跑 估计是想绕我 然后直接去给他 然后他队友也是很机智 一直开枪为他掩护脚步 但是没办法 我还是听到了 打完他我们黑了两条手 我们选择继续去打他 避免他们绕过来打我 这时候听见他们还有两个人 打完这两个我们也是 记忆清门下顶 而且没有玩家了